大家好 您現在收看的是來自六度變的內容 中國小說家劉慈欣的科幻小說 三體改編的網飛版影集開播 在中國社群平台上卻惡評如潮 有人批評劇情遭到魔改特效差勁 也有人質疑該劇拍攝文革批鬥場景 版中意味濃厚 是為了這碟醋包的這頓餃子 德國之聲中文網三體網飛Netflix版 於週四3月21日上架播出 引發中國網友正反兩極評價 首集一開頭便重現中國文革時期的批鬥畫面 主角葉文傑的父親為物理學家 應堅持愛因斯坦相對論等理論 遭紅衛兵毆打致死 在豆瓣上 許多人將此劇評為一心 微博上有網友表示 網飛版的劇情遭到魔改 拍這個就是想黑中國 為啥原著是中國 為啥原著是中國 為中心 網飛變成全城西方中心 也有網友質疑網飛的三體 就是為了提到文革 為了這碟醋 除此之外 有網友認為 雖然劇情推進很快 但像是愛寫出愛的劇本 缺少很多細節鋪墊 並吐槽特效不佳 要劇情沒劇情 要特效沒特效沒特效 不少人也將網飛版三體 於早前由中國企樂影視翻拍 騰訊播出的三體電視劇比較 有人認為騰訊版完勝網飛版 三體是一部中國人寫的人類歷史 網飛拍不出中國 騰訊欠缺了展現歷史 不過也有微博網友指出 網飛版三體的節奏 思路和邏輯都更為清晰緊密 且質感與電影相似 並稱兩個版本的三體 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 製作三體這個背景世界 需要更龐大的世界觀之稱 需要無數不同膚色人種的人 來建構這個故事 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 與此同時 X平台上的討論 多注目於對中國文革歷史的討論 有X網友認為 不久前中國網友在微博上批評中國作家 與此同時 X平台上的討論 多注目於對中國文革歷史的討論 有X網友認為 不久前中國網友在微博上批評中國作家 及農夫山泉的發愛廣網報 看電影《易文革》 首部三體小說在2014年被翻譯為英文出版 並在2015年的世界科幻大會獲得余果獎 最佳長篇小說獎 是首部得到此獎的亞洲小說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等知名人士 都曾公開推薦該部小說 網飛版三體對原著內容進行大幅度改編 除了將部分事件背景轉移至英國之外 也修改了多數人物的中國背景 原著作者劉慈信擔任該劇部門 對於改編內容必予以同意 曾國祥非一載抹黑 《山體首》兩集是由七月與安體首兩集 是由七月與安生少年的擬導演曾國祥所指導 而他也是該劇中唯一名華人導演 他在接受《香港明報》專訪時分享 自己並未多考慮議題敏不敏感 我覺得因為真的發生過 真的經歷過 影集本身也並非一載抹黑 而是要懷援助內容 所以我沒有太過在意或想太多 我不想讓這件事綁住自己創作 《網飛版三體由知名美劇權力的遊戲》的編劇 被尼奧夫、David B.尼奧夫與魏斯蒂 魏斯蒂同打造 兩人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曾表示 若決定按照原著把情節保留在中國 把角色保留為中國人的話 那製作出的就會是一部以中國為背景的英語劇集 他們認為將劇情中努力解決問題的角色 看起來像是來自世界各地 對故事的本質非常重要 體驗的辯論話題 Netflix 其內的三題是否成功的 適應和創新書籍原作 尊敬的各位參賽選手、各位參賽選手、各位評委 歡迎來到今天的辯論賽 我是主持人六母田 六母田 今天我們將辯論一個非常熱門和有爭議的話題 最近由Netflix來辯 以科幻小說三題為主題的劇集 是否難以達到書籍原作的標準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 三題這部小說在媒學和科幻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首位前總統 奥外界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受到美國前總統奥巴馬和Facebook抗使人扎克布開推介 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起全球性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然而最近Netflix知名度 然而最近Netflix版的小說改編 卻引發了正義 一方面有些人認為劇集在節奏思路和邏輯方面 更加獨到和深厚他以電影的形式 吸引了廣大的觀眾群體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不滿 剧中對文革與中國文化的刻畫 以及大量魔改原著的情況 是否因原著為准 還是以適應當下社會情感 审美初為新為需求為上 使這次辯論的核心一提 雙方將分別代表觀點 正方變手滔滔 將會堅守小說原作的立場 另外Netflix版三體劇集的改編並未成功 漢文和重現原作的精神 版方變手雅雅將會持有Netflix版影集的立場 還會辯論為何改編是必要的 並且成功的以新的方式呈現了書籍的主題和理念 藉此辯論我們希望能夠揭示出原著與改編之間的動態關係 體現出文化、藝術、創新與保守之間的曲折較量 這一場辯論也讓我們有機會會回顧和思考文革 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以及它在當代文化中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辯論不僅是關於真理和事實的追尋 也是關於怎樣更好地展現自己思考和溝通的技巧 如何在差异中找到共鳴 如何在衝突中尋找解決方法 因此今天的比賽不僅是對知識的辯論 也是對智慧的較量、對人性的探討 希望我們的辯手們準備好了 讓我們一同期待一場精彩的辯論 期待在辯論的碰撞中 能碰撞中、能碰撞中 正比賽開始吧 我是正方辯手涛涛 我將會辯論Netflix版的三體 在嚴重改動原著情節和背景的同時 無法成功地適應和創新書籍原作 首先,我們要明白 在進行電影或電視劇的改編時 保持對原著的忠誠性是至關重要的 這不僅僅是出於對原著和作者的尊重 也是因為原著往往擁有深厚的人文底韵和思想內核 這是其獲得廣大讀者認可的主要原因 三體本身同時擁有著科幻視角和歷史維度 這種混合視角構成了小說獨特的敘事結構和精神內核 而Netflix版的三體卻刻意淡化了這樣的人文關懷和歷史負擔 甚至完全疏遠了中文的傳統文化背景 這是對原著內容的大幅度的改動 導致劇集失去了原著的韻味和精神內核 其次,Netflix版的三體在對原著的改動上顯然是草率的 劇集的定位背離了原著的中心 出現了大量的劇情魔改 這讓作品無法表達出原著所擁有的深度 三體的巧妙之處在於 它構建了一個宏大的歷史圖景 在這個圖景中 科學、歷史、哲學的各種問題 都得到了深入的展示和思考 Netflix版三體卻未能體現這種深度 劇情的推進顯得很快 但像是AI寫出來的劇本 卻少很多細節鋪墊 此外 Netflix版的三體在翻譯和本地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問題 雖然我們可以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中 作品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適應和改編 以滿足目標語言環境的受众的理解和接納 然而 三體 Netflix版在翻譯過程中過度強調本地化 以至於讀者難以察覺原著的中文背景 這顯然是對原著內容的過度改動 從這些例子中 我們可以看出Netflix版三體 劇集在改編過程中不僅改動了原著的主題和內容 而且還因為過度的本地化和劇情 魔改導致劇集失去了原著的精神和深度 所有這些都說明了Netflix版三體 未能成功地適應和創新書籍原作 在我看來只有敬重原著才能最大程度地還原和傳遞出原著的精神和情感 如果改編太過激進 將可能破壞原著在讀者心中的形象失去原有的吸引力 因此我認為Netflix版三體並沒有成功地適應和創新書籍原作 我是反方變手芽芽 我將辯論Netflix版三體 在改編過程中的成功之處 並維護它對原著的成功適應和創新 首先 必須明白的一點是 任何從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都無法完全保留原著的全部內容 更不可能完全複製原著的風格和氣質 其原因在於 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媒介 它們的敘事方式 情境建構和信息傳遞方式大相徑庭 在這種情況下 試圖做到百分百的原汁原味反而可能導致作品的創新性和觀賞性大打折扣 其次 對於改編作品 我們需要用更加開放的態度去接受和審視它 不同的創作者和製作團隊 總會帶來不同的視角和理解 這集有可能為原著注入新的生機和可能性 Netflix版的 三體 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它在不同的背景下 通過新的鏡頭 D 三體 這個故事帶來了全新的解讀 例如 把部分事件背景轉移到英國 修改了多數人物的中文背景 這些改動可能最初讓人驚訝 但他們以全新的方式拓寬了故事的深度和寬度 再次 我認為我們應該欣賞Netflix版 三體 在整體結構和節奏上的優秀表現 劇集的節奏緊湊 思路清晰 各個環節緊密聯繫 為觀眾帶來了一個生動 渾然一體的劇情世界 這種表現 無疑是對原著中龐大的科幻世界的成功呈現 最後 我認為我們應該讚賞Netflix版 三體 在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對全球視野的拓展上的努力 他通過包括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物 為 三體 的故事世界添加了更豐富的色彩 提升了作品的包容性和普世性 這種做法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原著的文化背景 但它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賦予了 三體 更深層次的含義 總的來說 儘管Netflix版的 三體 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明顯的改變 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無法成功地適應和創新援助 相反 正是這些改變 為觀眾帶來了全新的觀賞體驗 讓三體這部作品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和接受 因此 我堅信Netflix版三體 在改編過程中成功地適應和創新了書籍原作 尊敬的觀眾們 尊敬的觀眾們 我們剛剛聽到了正反兩方關於Netflix和三體的精彩辯論 不管你是支持原著的立場還是認可改編的觀點 我們都要承認 電影和電視劇改編作品總是引發爭議的 而這正是創新和傳統之間的碰撞 也是文化多樣性和全球化之間的較量 在我看來電影和電視劇的改編永遠無法完美地還原原著 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 改編作品需要尊重原著 但也需要有自己的創新和風格 Netflix增念創新和風格 無論是在節奏上的緊湊性 還是在全球化視野的開拓上 都展現出了創新和進步 這樣的改編不僅為觀眾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故事 因為原著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當然無論是改編還是原創 每個人對作品的喜好和評價都是不同的 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改編作品的努力和創新 也不能因為改編作品與原著有所差異 就將其貶低 重要的是我們從中能夠獲得思考和探討的機會 進一步理解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和觀點 那麼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你是支持原著還是認可改變 你認為Netflix的三題成功地適應和創新了書籍原作嗎 歡迎大家參與討論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謝謝 這是一個由科學界 這是一個由科學家 經濟學家 媒體人 工程技術人員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體 網友與六度來參與 合作完成各種內容 這些內容不能作為任何決策或法律的意見 這是一個新型的實驗性媒體方式 我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錯誤 網友可以參與討論 也可以向萬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問題 六度世界網址是六博 我要請介紹給你的親朋好友